下离新闻 江文贤 赵代新 台北报导 而现在秋蟹季节到了 不过谁说一定要吃进口的大闸蟹呢 高雄有饭店业者就推出用本土青蟹 还有红蟹做成了新加坡香辣蟹 还有黑胡椒青蟹 里面一样有满满的蟹膏 还有大块的蟹肉 吃起来非常满足 一块块肥美当季红蟹黄饱满 锅粉下锅油炸到蟹壳变成橘红色 锁住红蟹鲜甜肉汁 接着把洋葱 柠檬 番茄酱 泰式酸辣酱小火熬煮 再把炸好的红蟹一块下锅挑拌 让每一块蟹肉都吸附满满郁酱汁 新加坡香辣蟹酸甜辣 充满浓浓南洋风 蟹膏就是很甜美 里面的蟹膏很饱满 就是不会太湿润也不会太干净 酸辣酱汁搭配红蟹 和蟹黄的新甜 征服老高挑拼味蕾 如果想大口吃蟹肉 还有这一道 黑胡椒酱 洋葱和奶油下锅小火熬煮 空气中散发浓浓香气 接着倒进肉大块当季清蟹 黑胡椒酱清蟹 大口咬下满口蟹肉 分量十足 当正餐也没问题 肉其实就是很鲜甜 肉也是很出汤的 清蟹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吃了比较多的Q弹的一个肉的丰厚的感觉 红蟹的部分 它就比较多的蟹黄蟹膏 爱吃肉 清蟹不能错过 想一尝蟹黄滋味可以选红蟹 谁说秋蟹一定要吃昂贵进口大闸蟹 门堵蟹 秀和短袜 超满足 带你去问秋蟹节高雄采访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带您看 这是才三岁的叙利亚儿童之死 这个画面太过震撼 因此呢 现在让全世界开始省思难民的困境 马上回来 妈 我阿盐啊 阿盐啊 我给你驾来的鞭骨温公散 平常渣渣 中饭不会酸 都已经好啊呢 鞭骨温公散 可以起床 改屋 通话 逃中饭 效果不错哦 阿盐啊 我帮你来 我帮你回来哦 好 好 用你鞭骨 鞭骨温公散 回大力 意大利 回大力 回大力 是的 是你个人鞭骨温公散